美國西部三個州山火仍在燃燒 部分居民和救援人員週六開始了清理工作 俄勒岡州的官員表示 隨著更多的屍體在廢墟中不斷顯露 當局正在為大規模的死亡人數做準備 截至週六 山火在加利福尼亞、 俄勒岡和華盛頓州已造成29人死亡 預計數字將急劇上升 死亡人數最多的是加利福尼亞州和俄勒岡州 白宮表示 總統川普將於週一親赴加州視察災情 週五晚 川普發推文 感謝在三個州參與面火的 28,000多名消防員和其他救援人員 在俄勒岡州 至少已有6人死亡 數十人失蹤 當局表示 最近幾天 山火燃燒面積又擴大了3880多平方公里 面積比羅德島還大 是往年山火面積的近兩倍 俄勒岡州長布朗說 已疏散了4萬多人 約50萬人處於不同級別的疏散區 疏散中心在俄勒岡全州範圍內開放 位於波特蘭的俄勒岡會議中心 也被改建成疏散中心 當局正在招募該州里昂和米爾市的少量居民 以幫助救援工作 目前 數百名消防員正努力阻止兩處大火 在俄勒岡州人口稠密地區附近合二為一 州消防局長周六被宣布帶薪休假 幾小時後辭職 副局長隨後被任命為局長 州警察局長說 這場危機需要採取緊急應對措施 所以要求改變領導層 山火也給動物帶來了滅頂之災 俄勒岡州南部獸醫專科中心醫院 已救治了許多寵物和牲畜 獸醫阿普爾蓋特說 儘管一些工作人員或家庭受到撤離的影響 但他們仍堅持工作 動物收容所接受的動物包括 馬匹、山羊、狗和貓等數十種動物 新華人記者嚴峰、田瑞綜合報導